问梁老师 让您说说孩子偷钱的事 总是偷偷拿自己家里的钱 去买零食吃 不知道该怎么管教 孩子偷钱的事 我有一个心理体会 你偷过吗 我真的不好意思承认 但是必须要说我真的偷过 我也偷过 我爸妈妈 真的吗 你也偷过 我后来悄悄长大以后 问身边的人 他们都说他们偷过 但当时真的觉得 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辱 可是觉得 因为我当时为什么偷 你知道吗 我爸爸妈妈只要一吵架 我爸爸就为了贿赂我 希望我站在他这边支持他 就每天给我一百块钱 那会是我小学四年纪 那不少 天文数字 后来有好几百块钱花惯了 突然之间他俩感情特别好 一年不吵架 没钱花了 你就恨能的不吵 倒没那样 但是真的就是因为小嘛 就觉得那拿一张没事吧 后来就拿着拿着 爸爸的钱包越来越少 就问 钱拿去了 问我妈 是不是你拿走了 是不是还怀疑我们家的阿姨 最后就觉得不敢相信 这是我干的 就把阿姨辞退了 这事我真的耿耿于怀了 好长时间 后来问身边人 很多人都干过相似的事 这个孩子拿钱的 偷钱的 它是对物质欲望的一种 饥渴的体现 而且这种物质欲望的 不是不正常的 对孩子来说 你说人生心的 想吃点好的 喝点好的 我也偷过家长钱 而且到现在为止 都没破案 你偷了多少 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偷两块钱 老大数了 有一回 我想买冰棍什么钱 我舅舅 我缠着他要钱 我舅舅就会 说没零钱 拿了张五块的 就那工人拿签子捅炉 现在都不用了那五块 我拿着钱 很高兴的走出去 到门口哭着回来了 票太大 不知道咋花 给我瞎出来 因为我们这个年代 那五块钱老大了 这段人 所以就是这个孩子 对欲望 他有这种饥渴感 又长期得不到满足 我是觉得家长 在这方面引导他 你得看他拿到钱 偷钱干啥 他要是打游戏 或者去吃麦当劳肯特基 或者是买零食 不一样的 你必须得知道 他偷了钱干什么 然后你再决定 我怎么样能够让他 恰当的引导 他这方面欲望 比方说他就认为 麦当劳肯特基好吃 偷了钱就买了钱 家长告诉他 垃圾食品他都不听 你就把他带到麦当劳肯特基 随便吃 随便吃 成熟都不怕 让他觉得 这个东西不是什么太好的东西 如果想吃就能吃到 家里也能满足 他自然就会降低这欲望 那比方说 有网瘾的孩子 拿这个倒网瓣干嘛 你就得从这角度说 所以偷钱 孩子偷钱 不是什么太大的毛 尤其他偷家里钱 他又偷外人的钱 这个事就严重了 他家里钱 其实他在潜意识里 是把爹妈钱 就当成他自个儿的 他只是背着爹妈 我这时候满足点自己欲望 他的概念是 跳出爹妈的管制 可是他要偷外人的钱 那完了 性质变了 那一下性质就变了 所以我说 对于偷家里钱 这孩子 你必须得知道他 他干什么 然后通过他的欲望 你想到 怎么样能够让他觉得 这个欲望 对他不是最有诱惑的 这个欲望要低于 他在道德上的一种控制感 就是这事的解决 我那小时候 你干过什么事 说起来 我一说大会都可乐 我们那时候吃罐头 那都是铁皮盖 铁盒的罐头 什么糖水黄桃 什么啥的 那个家里头意思是什么 你这玩意 也是稀缺的 感到好 什么 你考试打好了 家里再给你吃 我采用什么方式呢 我说这罐头在那 我父母一看 能看着 但我还想吃 我就拿那锥子 把那罐头盒 钻个窟窿 把里头糖水都喝了 后来家里 始终也没有发现 罐头在那 后来里头怎么长毛了 那进去空气 那能不长毛 这才冻创是吧 就是你看 我就当时想 我说如果这一天回来 我父母说 行你这不算 你吃一盒吧 可能我就不会去干这个事 那你这是偷罐头 你当时偷钱拿来干嘛了 偷钱是到富士商店 买那个炸碗子去 我们那会 那么爱吃 一块钱 一大堆炸碗子 而且买了之后 很洋洋自得在那 到学校给同学 显资源是老大 找这个容易感 请客是吗 我当时偷的钱 也是拿去请客了 因为我觉得 独生子民很孤独 不是说我家里 没有钱还是怎样 小的时候 90年代初那时候 对对对 我小学四年级 你说什么 我那时候是70年代的 工期 物质匮乏 就当时你说 一块钱买那么多 到你那时候 这些年 到我那会一块钱 只能坐公交车了 咱们这些年才承认 这叫通货膨胀 我高中的时候 老师说 中国没有通货膨胀 资本里国家特有现象 中国不叫通货膨胀 中国叫钱毛 О O O O 感谢观看